随着节目的播出啊 每天我们都会接到好多观众的电话 想要了解节目里嘉宾的情况 这不家住辽园一直在大连打工的赵亚娟赵大姐 自从看了我们的一期节目之后呢 就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自己期望的生活 赵大姐跟我们说呀 一定要在回大连上班之前 见一见节目里的这位大哥 如果俩要是投缘的话 他就暂时不回大连了 那他想见的这位大哥是谁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赵亚娟五十三岁 离异退休金一千五百元 初见赵大姐 白皙紧致又饱满的皮肤 得体阳气的装束 温声细语的话语 无论是从形象气质 还是举止言谈上 都让红娘眼前一亮 我在大连工作 那咋看着我们节目了呢 这不是春节吗 回家 回我姐家创门 然后就是 我也是戴神吗 我姐 我家人特别关注我这个问题 然后说 妹啊 我看这个节目挺好的 你也给这找对象呗 我说的那就试试 然后看一看 看到 刚好看到就是 吴大哥那期 吴文采是吧 我当时我觉得 我岁月啊 其实我小钱在外婆家 就是 一放假就上外婆家 农村的 我就特别喜欢田园生活 就特别留恋 我之前看到你照片 我今天见到你本人了 然后你看你的环境啊 家庭环境 我也看见了 咱家是辽人事业的 对不对 然后你知道吴叔的家是 双阳农村的 是这样的 就是只不过是一个环境 但是我看他的这个 就是说虽然在农村 但是也是一个人收拾得很立着 作为一个男人来讲 就是能把家打理成那个样 我也觉得可以的 叔啊 我看你那挺感情 这屋都得到哪个屋 就换哪个屋 对啊 我当时这屋有这儿无疑啊 对 这屋都是你自己的 连这么细节的事啊 都注意到了 看来啊 吴大哥的节目 赵大姐看的 那是相当认真了 吴大哥的情况和条件啊 咱都了解了 那红娘也得替吴大哥 多了解了解 咱赵大姐的具体情况 听听这赵大姐这笃定的语气 结合决心 这得是多相忠吴大哥呀 还要把大连美容院的工作辞了 跟吴大哥回农村去养鸡 你觉得吴叔平时是干什么的 我大概了解他就是 现在以养殖为主 对 养鸡 养鸡 他这个双阳 他家农村那个前后院是养鸡的 然后吴叔也是想找一个 能跟他一起回到双阳农村 能一起养鸡的一个女人 你觉得 如果他不嫌弃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 我可以 就是你能 我能接受农村这个生活 你的这个形象和这个气质 就是你 我想象不到你跟着他 回到农村去养鸡 就是农村农活你会干吗 农活我不会干 我可以学呀 可以 不是说很狠的什么的 他如果吴大哥会的话 他可以教我我可以做的 虽然咱不会 我可以学 养鸡以前养过吗 没养过 你只是小的时候过过那样的生活 就是想象中的农村生活 是觉得很好的 但是自己要真的到地里头 就比如说换上那样的衣服 然后拿着真的锄头去种地 尤其是养鸡 很累的 有一个准备 已经做好一个准备了 是吧 其实你是想象不到的 就是 我 其实我是挺能干的 挺能吃苦的 其实就是做家务这些 就是说要 手手手尾声 洗洗涮涮这些 我都没问题 饭呢 吃饭会吗 家常饭 拿手菜一下 对于 看看 这赵大姐 一顿跟咱红娘 极力推荐自己 农活不会 咱可以献学 吃苦不怕 咱们有心理准备 谁让自己就相中了 吴文采这个人了呢 吴大哥这个人呢 就是说还是挺踏实的 最主要的是一个 就是没有不良喜好 像 打麻将啊 还说烟也寄了 实际上他是为了爱 把这份 担当起来这份责任 把烟寄了 我这烟咋寄的 就因为我钱去寄 他是费准荣 我行了 我从今天开始 立马寄烟 行了吗 谁叫咱俩是两口 那我就要为你付出 那我就得寄烟 没说的 可那以后 一下子 我今天寄烟35年 挺感动的 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 说人成功也好 还是他还是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一个就是好女人 做一个好自助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挺有感触的 这就是责任感 就是说的 像我们这个年龄吧 就是说的 能够选择再婚 就是再走进一步的话 就是找一个知疼知热的 能寄托于 就是说的 咱们晚年这个幸福生活 这个幸福啥呢 就是咱不是说的 要多高的什么啥 就是说的 能平平淡淡的 有一个知疼知热的 说我干点啥 好像还有人惦记着 是这样的 要求不高 赵大姐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呀 句句都是她 这半辈子经历的感悟啊 她说 她之所以最最看重 吴文采对待婚姻的那份责任心 正是因为自己的婚姻 就失败在这上面了 结束那段失败的婚姻后 这么多年啊 赵大姐身边 也不乏优秀的追求者 都被她拒绝了 她说 自己之所以放弃 在城里的舒心生活 一心选择回农村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像这样哈 她对方条件好 她想的也多 然后 就是 要求也高 想的多 活的累 然后 就是 那个 这样吧 简单一点 我喜欢简单一点的生活 不盲目攀高 懂得知足常乐 再找个能托付终身的人 赵大姐心里啊 比谁都清楚 什么样的男人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她觉得 吴文采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 赵大姐希望 红娘能替她去问问吴大哥 那边的心意 我看这包米 它 包米卖了 卖多少钱呢 那一共卖多少钱呢 有呀有呀 哪有 不是 一共卖多少钱呢 今天包米 一共卖了 四万块钱 吴文采 63岁 萨偶 平房两间 年收入四万元 你打电话呢 正忙呀 连手包米养子 我给你打电话 不是好事吗 我这行的那天给你打电话 我不是说的有一个姨 照片是不是看见了 我看见了 不错 我看是挺好的 让你看看 这个有没有演员 有演员 现在 妈妈 看照片 演员有了 这回看照片 这个有演员了 是按照你这找的不 这长相 这气质 这回行了 稍微好像胖一点 胖一点 胖一点 还挺呢 它能有150 因为背有70多公米 看照片 你觉得脸行 身材呢 还是觉得稍微 有点胖 那贱还是不贱呢 贱 贱 贱 吴大哥说呀 看完照片 赵大姐的气质和长相啊 他都很满意 唯独就是这个体重啊 可能超过了 他心里的预期 不过这相亲啊 也不能光看女人的照片 究竟行不行 咱还得见见真人再说 看完咋样的感觉 挺好的 太厂力了 你进去看他今天刚打的包米 你看看别人家 都是这种炸篮的那种的 全村只有一个 这个砖墙 整个这个全都是他家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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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哥 这个来电视像见过了 是不是 这个是吴文彩 然后它是赵雅娟 对 之前给你看过照片了 我看说挺好的 比电视像还现实 挺挺挺挺 比电视像漂亮 好看 现在养员是不错 看的不错 吴大哥这边 之前对赵大杰提重的猜测 在见到本人之后 是彻底打消了 看来啊 俩人正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都不错 那咱就继续往下了解了解吧 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拉的手不放了呢 好球 不是 属你这是 我这是 专门为这贵宾 红张湖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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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太隆重了吧 啊 太 你又从这儿进 不是 现在有点像左红台 现在 这个 这是来贵宾了 不得好好的吗 是不是啊 啊 这也是尊重对方 是 就是欣赏你的实在啊 嗯 就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在电视里看也是这样的 不是啊 爷 看出来了没 看出了这个重视了吗 看出来了吗 我说吴大哥呀 你看看 把红娘和赵大姐都给吓着了 得为知道 咱今天是来相亲的 不知道情况的 还以为咱是来走奥斯卡红毯的呢 人体实在的 呃 他包括你铺那红地毯呢 确实是像那个那个大哥 吴大哥说的哈 就是不管成与否 就是重视 这个是故事 这个一个相亲 你说 这是哪个事的啊 这个是最大 那我之前也跟你介绍过一个呀 那怕没有这个待遇呢 那我就 那那那 那我没看到照片 那你那心呢 这咱得先 这得说 这个照片丑 当时吧 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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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能 这这一亲妈一 你要动心就得 就得努力了 啥感觉 我的天哪 这是贝宾呢 对 我没想到 我第一次胡坦是陪着你 在这个环境下坐 你说咱红娘之前 啥相亲场面没见过吧 不过今天在吴大哥这 算是让红娘又长了一回见识啊 第一次见面相亲 就这么用心 这俩儿啊 要是真成了 红娘可是挺期待的呀 这一个是这娘 这牛 这牛舌啊 这个 这个是我原来养大牛来的 对 之前看节目指的 之前 原来养大牛 二月头牛的 现在那里 现在原来是仓房 现在变成鸡王了 那里头装 这么装鸡的 还有鸡 有 有 这都下那 你站那就瞅就行了 那小鸡都 我看见了 有那个小鸡 有灯 你这有灯吗 没有灯 我瞅一点的时候打开 之前我还没瞅过你这门的 这个门的 肚子在这 肚子打不开 鸡在那个里面下蛋 我看见了还有两只小鸡 在那下蛋呢 小鸡在那下蛋 上次来冬天 没看着鸡 没看着放鸡 今天来终于看见鸡了 放这个鸡了 现在没有公鸡了 现在就多了 那是总的 现在有三十 三十吧 那啥时候开始抓 你得几啊 月底就开始浮荒了 月底就开始了 开始浮荒了 最多的手要 你看 我跟着整个这一片 这个都是它的 这我自己 自己 咱们自己 封自己养 你打算今天抓多少只鸡 我准备 封五百只鸡 再封五百只鸡 现在新农村了 房子地 是看着现在都比以前 那个 房子比以前好了 这大地一看也挺敞亮的 要是绿起来就更好 过不过日子的人是怎么 那都啥 罗承枪他往后看 那个他过不过日子 那谁也不 谁都说是 我是过日子的 对 就将来 就是我号说 中看的中共 这中看不中共 那就不行 初见到吴大哥的兴奋 还有眼前的农村大院 已经让赵大姐 有点应接不暇了 不过吴大哥这边 还是很冷静的 虽说自己找老伴 很看重演员 但是也绝对不是 找一个花瓶 放在家里摆着 究竟合不合适 还得再继续了解了解 把一切准备就续 吃的 屋里还有 多的 全都就续 把姑娘 儿子洗了 全掉来了 全过来了 姐两个人做饭 一天早晨就上来了 连摘菜都弄下 行 吐了 进锅 我来跟妻子 叫这个 小大闹 来 这是你叫赵姨 这是我儿媳妇 小姑娘家 咱们眼睛眼睛 这是姑娘 不就是第一次见 对小天姐 好意思 第一次见 这不爷子跟儿子走宰坡 开大车 回不来 情话就这么形象 我这一个老头 就算我就在家弹弄个堆 这不刚才 那俩孩子都得试试一下 咱这个家就这么家 咱上炕坐都行吗 行 没问题 来 上 看得出来 吴大哥对今天相亲的重视程度 前面的红地毯 呼的就不说了 还特意把姑娘和儿媳 都叫了回来 给赵大姐做了一顿 热乎的家常菜 两个人上炕 刚算啊 吴大哥这边就迫不及待的 开问了 我呢 我得啥呢 我说为什么呢 我要 我得问一问 嗯 嗯 嗯 家庭 家庭背景和这种条件呢 我得要平一平 然后他心里有瘦 是不是 孩子几个孩子呢 一个孩子 儿子今年大四 大四 没结婚 今年毕业 没结婚 我呢 我就是存 是存储的是农民 你别别别别的啊 就当我存储是本农民 呃 生活没问题 我 我跟你说说 你能不能成 接受啊 咱俩还能结合到一起 我这个 这个条 我这个这个家庭 这个媒体 我也跟你介绍了吗 你挣多少钱 要咱俩走到一起了 我 我不问 你 你自己支配 你爱怎么 给谁啊 呃 都 我都不问 我只要来到咱这个家了 那就吃喝 拉撒碎 全是我 我老头的事 看出咱吴大哥的实在劲没有 这俩人刚坐下呀 吴大哥的画匣子就打开了 在厨房的姑娘和儿媳妇 早就把饭菜准备好了 要是这么聊下去呀 饭菜都凉了 那那赶紧帮我跟 我刚才的 炒菜 就是炒菜 对 我跟他说 王子咱俩别吃别了 行吗 对 他弄到我上来了 我那个那个 我每天我瞅瞅得一下 先看 怎么呢 就是 我这能照相啊 不是 这怎么的 自从我给你传了照相机之后 今天都得看几遍呢 那是啊 那不得不得仔细的 好好看 那你唐头马帽的 弄弄 完了之后还伤 多伤人呢 因为 哎呀嘛 得回头这样照相了 天天看照照片 我一看那个照片 就是啥呢 这个人力量不力量 就看这个衣服 他穿着 穿着吧 就知道 这个事 洪娘跟吴大哥 也接触过好几次了 如此的主动啊 洪娘还真是第一次见 自从见到赵大军本人后啊 吴大哥脸上的笑啊 就一直没停过 就是 零以二十年了 然后一个儿子 跪爸爸了 我自己本人呢 没有什么 就像说打麻将啊 七言啊 这些喜好都没有 洪娘注意到 刚才还满脸笑容的 吴大哥 在听到赵大姐 介绍完自己的婚姻状况后啊 脸上的笑容 慢慢的就收了起来 桌上的气氛 好像也突然有点不对劲了 从来我这人 不是说高调 就我这一起 这我来 这个庭湖的用识无识 我们的同事 哪个院都得有 给我介绍的 叫我去看看 一说离异的 我找这些没有用 只要离异 我连看都不看 实际离异上呢 那心都比善 我那心都狠 为啥呢 只要离异 他恨得到牙根透了 他不再跟他打一起的事啊 红娘知道 咱吴大哥的择偶标准 就是希望找个丧偶的 但是却万万没想到啊 咱吴大哥对离异这事啊 心里的忌讳 竟然这么深 就是和平离婚的 就是性格合不来 性格合不来 他再婚十多年了 就是这样 你有的时候对离婚 是有误解的 有的离异 是那种打的 都恨不得 都打官司那种的 但是一是 据我了解 是那种属于 就是性格不合 然后和平离婚 对 咱也别吵别闹 对对对对 一向是鼠想的那种 打的都已经 打得胜天了那种 对对 虽说在赵大姐表明了 自己当初离婚的原因后 吴大哥脸上的凝重表情 比之前稍有缓和 可是还是不能彻底打消 他心里对婚姻离异的 顾虑和担心 离异的就是 我老是天的 就是说是奥乱四连的 他为啥 他这里有个调和器 有什么调和器 这个孩子就是调和器 我为的就是不安全 总之来就是不认为 这个离异的跟丧偶的两个 丧偶的我就想去 他这个 那个心 咱们说能放在路里头 只要你这边好 往往的有的时候 你这感情 处得相当好了 邦邦邦那边又 孩子一牵扯 一调节 那这边给弄散了 完了之后 互相伤感情 这个你不知道 这个感情这东西 是要命的 咱们有没有 那个离异手 那就好玩了 吴大哥突然问出的 这个问题呀 让赵大姐突然一愣 离婚了 自然是有法律手续的呀 我在长春找着 他把我 在那里说 也不算骗 也就算骗 咋的 他跟我说 他是丧偶的 他整个什么丧偶的 他 我这里看证件 他在那个身份证上 他那个什么户口本上 签个字 丧偶 完了再一个说 我一到拿的 等我 我拿的户口本 我们俩过18个月 我拿的本 我一到那一问 是什么事 这边最后 你发现他不是丧偶的 所以说 你俩分开 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是吗 很有万一 我在那 以后我说 这个可以 这里先问我 是不是丧偶的 吴大哥之前结束的那段 被骗的感情经历 让本来就对李懿 心存借记的他 心里更是增加了 百般的防备和抵触 那么面对今天 让他有些心动的赵大姐 他究竟会作何抉择呢 就是性格合不来 确实是这样 为啥欣赏你 就是说你挺能干的 实在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咱们别吵别闹 过日子嘛 咱们这么大岁数了 再找一个 就是恩恩爱爱的 自疼自热的 是不是 就是说你要再吵再闹 就失去意义了 我是这样讲 那现在宜这条 人跟你非常坦诚 我理议了 但是绝对不像你讲的 我们当初打仗成天的 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和平分手的 然后呢 这个我理解 对于李的 你接不接受 接受 考虑顺眼吧 他就 他就其余的无所谓 你什么这个标准 那个标准 爱情这东西 尤其像我们这老头老太子 都得靠俩人双方面去努力 才能这个婚姻才能长 能能能能长久 我实际 我这不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 养员要不到位的话 我不可能跟这个离异上 因为我找这些没有 只要离异我来看的不好 但是我有个妖头 我有个妖头 我有个妖头 在听到吴大哥前面的话后啊 赵大姐这边啊 是刚刚松了一口气 可是吴叔最后的一句话啊 是让赵大姐又紧张了起来 但是我有个妖头 要是因为我要成功 咱俩生活在一起了 咱俩必须的手续得结合到一起 你什么户籍啊 你什么那个户口啊 还是那个离婚证 必须得领着 赵大姐说 他觉得吴大哥的这个要求啊 提的很是合情合理 既打交了吴大哥 心里对于离异的顾虑 也证明了赵大姐心里的坦诚 和对吴大哥的认真态度 这个就是像你说的一样 咱们处 对对对 得到一定的时候 性格喝得来啊 然后说咱也是过日这也是吧 如果说没问题的话 这个完全可以 那行 那就行了 那我就放心了 各方面谈的都非常好了 也不会因为说在登附同记这个事情 才是矛盾 这不会的 还有还有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你们 我没想到的 说给你的吧 你到现在 竟他问你问题了 你就没有啥疑问吗 就你都满意啊 我就不信 他现在介绍得挺全面的 然后 我觉得 挺好的 你不是 他幸福跟你说 这幸福啊 你要将来对他不好 他跟我前期 基本上差不多 我觉得赵大姐和自己的前妻性格很像 是吴大哥到目前为止 对赵大姐最高的评价 面对吴大哥的认可 这边的赵大姐说 现在啊 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担心 嫁活就是没问题 但是农活我不会做 是啊 这农活一点不会的赵大姐 毕竟以后是要跟吴大哥回农村生活的 俩儿光靠演员也不能过日子呀 我找这个女主人是什么 首先就是主要的啥呢 就是俩人 这就是不孤独 是吧 互相俩人有个味 现在这个农活 我刚才就 刚开始的时候 我给讲过一遍 现在不是过去那个农活 现在这个农村嘛 像我刚才不是说 叫城乡经济一条 那个农村实际生活 比在城市生活水平的高 高的很多 咱们不用那个 咱们这个鸡是存天然的 不用那个料 我认为什么 我现在我认为都 不管哪一个人 他都可以弄回农村 就你在家去 就是我去收球去了 咱们上帝去掰包你去了 你在家做的话 大伙回来吃饱 现成饱 不也就是 这就是 我得我煮外 你煮 那这你煮 这这这这等忙 说老婆 我接受就得不大耐动 那那我下手 我蒸馒头烙影 蒸包子发面 我跟你说全套 都说友情银水宝啊 你看看 咱红娘又跟着 瞎操起心来了 人家吴大哥心里呀 早都安排的 明明白白的了 你对着镜头 我就是个农民 别的男人不养 就是农民 就是刨粮食的 粮食是多少 你还能打五万斤包米 养鸡的 那就啥呢 我养 我就负责 你就负责 什么愿意销售就销售 你愿意 今天咱就咱 愿意送礼就送礼 那就由你来指配 我就清等了 就是男友茶 就是想问问 你也没有啥想担心 就他现在所有的条件 你都满意呀 没有不满意 挺好的 说已经没事 有我在呢 挺好的 真的挺满意的 你现在说 儿女这一块 挺支持的 然后人也挺爽快的 就是说这样的 不是一看起来 也不是说斤斤计较 挺事的那种 然后还挺能干的 就是国日人 那咱要求的就是这些 是不是 经济大选 他不问问吗 得了 现在看呢 都不用咱红娘 问彼此的意见了 这都开始当面 互相表白了 看来呀 咱红娘 丢点眼力见 往后撤着了 缘 是我已经把你们签了 剩下的份 靠人为了 真的 一定要好好珍惜 这个戏就我俩唱了 对 真的要好好珍惜 说 一坨鲜花 插那油温上去了 小倩倩 你把吃鱼眼 开头 我开开头 你别让一开头了 这个为啥说呢 倩倩搭台 咱俩唱戏 这就 谢谢 正好我也爱吃鱼眼 搭台的人 必须得先吃鱼眼 正好我也爱吃鱼眼 就高看一眼 那是 好 还有这时候呢 第一次享受到这代语 没有欠见咱俩 咱俩上哪儿任天 是不是 想实践 这就说明什么 这个 你得有这个平台 我们才能受益 真的感谢 原来不玩栏目组 就是给咱们老年人 一个 再创幸福的机会